一身群众路过中正一包围呛瞎 现在社会负面的评价四起 立法院长王津平今天也表示说 一切都要依法行政 他呼吁呢双方要放下坚持 才能够求得社会安定 另外许多资深的媒体人 也跳出来批评学运代表 林飞凡 陈维廷 两个人在脸书上po文力挺包围行动 这是相当不负责任的行为 也让人对学运感到失望 无耻放养您 大胜公对准中正一分局局长方阳宁 在南天的字眼都骂出口 呛呛下台的口号震天响 激情举动看在立法院长王津平眼里 似乎失守了法治这条红线 这所谓总统所讲的 依法行政就好 法律规定都很清楚的 大家遵守就好 我们希望大家放下一切的主軸 放下一切的坚持 那共同来抹求社会的安定 社会的祥和 11号晚间群众诉求方阳宁下台还不够 甚至喊出下跪道歉才甘心 强硬态度不仅让立法院长王津平直摇头 也让资深媒体人纷纷看不下去 跳出来深远警察坚守法治第一线 民粹之言如果群众立场不同 就能包围公署 法律约束岂不荡然无存 那林飞凡跟崇伟婷这两位学院领袖最后还在脸书上面支持 根本也就是这个 领额非常不负责任的一个做法 这跟旋律有什么关系呢 你要学会什么叫做聆听 你要聆听不同的意见 你要学会尊重 这些东西都是同时要具备的 民意民粹一线之间 不和理意就要行政官员下台 于清于法都站不住脚 不将你的行径恐怕只会让太阳花旋律 累积的能量如见枯萎凋零 记者综合报道